這個就是這個理題 是之前我上第一次來焦點的時候 我第一次來焦點的時候分享的 然後對就是那時候計畫大概 喔那時候只有計畫只有做上半年 就等於計畫中剛好一半 然後現在是計畫結束 就是說應該會有不太一樣的東西 好這就是這個計畫的開始 就是我看了這本書 但我覺得原因很多 就是我覺得就是很多事情 就是發生在一個時間點 但是這個東西 這本書給我的帶給我很大的啟發 就是裡面剛才有講到就是 有一個就是他透過旅行 就是旅行的經驗在 就是他裡面有一個女生 就是居作給別的這件事 然後找尋自己到底要的什麼 這一個對這件事 我看完那本書 就是有很多的回想 然後我就寫給那個作者 就是我已經從高三就在計畫這件事 我是高三看了這本書 然後我在計畫這件事 所以說我把這些就是 我想要有計畫 然後就是再寫給那個作者 就是希望他可以給我什麼一些東西 就是我把我的計畫跟他說 可是這一個最後沒有回到 沒有回信 可是最後又有了 就是Facebook開始的話就又有了 然後這個是我一年計畫的名字 就是我訂的一個名字 就是對 就是向未來借情趣 對這就是我的現在也是 我舊主的科系 對那時候就我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去年有錢進去 然後這件事情就是對我來講 對我現在來說就是不錯的 然後我去就是上半年我就來領域 然後就是那時候 然後雲科一休學之後我就去上海 因為我爸爸是上海工作 所以說其實我去中國很多地方 因為我爸爸他要出差 然後我就會跟他去 跟他去各地 可是主要是主要居住的地方是上海 所以說嗯對 然後在大陸我覺得那是一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台灣很多人 我發現是台灣人這麼說 大陸不好 大陸怎麼樣 可是重點是他們講這些話 他們沒有去過大陸 對這是很奇怪的 為什麼他們會得到這些信息 可是當你去了 真正去了之後 你會發現那是一個 很不一樣的地方 你就會發現你自己 對OK 然後那我跟大家特別講一下 我覺得上海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我就是在打地鐵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他們會 就是你可以聽到人家電話之中 他們可以說 他們很準確的時候 我在什麼站與什麼站的之間 所以很準確的會講出 自己的所在地點 可是在台灣走在路上 人家 就是譬如說逛街的時候 你們會聽到很多學生 就說佩洪娃說 我現在在圖書館 就是這個 反正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東西 然後這是一個 上海回來的時候 參加一個活動 就叫我在旅行 就是我們這四個 我們就是完全都不認識的 然後旅行的過程 就是靠火車 還有大便車 我覺得這給了 就是影響人們大的 就是大便車這件事情 我們從 你從北部到南部 你的便車會越來越好大 然後就會整個旅行的過程 你會對於人 越來越更加 你會發現 其實每個人都是很有溫度的 就是我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在車程 遇到一個媽媽 她們是退學老師去車程玩 然後她就看到我們在那邊拍照 她就很熱情的就過來 也跟我們一起拍照 可是我們完全就不認識 可是她 她就是在拍照揉著你 然後你可以發現 就是真的 她揉著你那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感動 因為她把你當你自己的小孩一樣 可是你們卻是 就是完全沒接過的人 可是她們就是 大家都能這樣對待 就是很 就是有點改觀我 因為我覺得 一開始我覺得人都是很有距離 就是我覺得 就是這 這算是旅行帶流很大的 小東西 對 這就是 就是 就是有點像火車大福一樣 踩傘子 然後每一次是有這麼多人 可是每天行動的時候 就是四個人 就是完全不認識的四個人 對 這是那時候 就是 我那時候第一次來照片分享的時候 大概是 就是我在旅行結束之後的 一個禮拜 所以說 然後那時候我的計畫 是想要繼續 繼續去旅行 就看到一個 這個半自助旅行 反正最後 我計畫改變 就是我沒有去半自助旅行 這時候這個是下半年那個計畫 可是我就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計畫 這個東西其實是可以改變的 就是你只要你的目標夠明確 你的路徑有很多種 如果你失守的就是那個路徑的話 你反而會限制住自己 所以說你的目標只要夠明確 計畫的那樣也可以 然後 其實我下半年計畫總共 呃 其實我沒有打工過 就是我去那個 下五月 做三個月 然後 就是還 三個月 我覺得三個月可以學到 東西 三個月是一個季節的變化 就是這件事情很奇妙 就是一季季嘛 因為三個月你真的可以學到 就是在三個月的時間 第一個月 呃 我三個月的時候 我第一個月 就是你在摸索 學習任何東西 然後 等到第二個月的話 你會瘋狂的撞牆 就是 雖然這些東西你都知道 可能就會瘋狂的撞牆 對 然後第三個月的話 你就可以開始上手 我覺得三個月是一個 學習東西 就像那個褚世凝說 呃 學一個語言 用三個月的時間 你就可以去摸頭 對 然後 還有去自由人工育實施 然後還有 就是 我以前就很想要 做一個小品牌這件事情 然後 我在下半年也做 就是在 幫大 就是幫路人畫手之中 所以說 有時候應該會遇到 都在看照 對 就是 可是要過一陣子 對 然後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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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 那個計畫 就是可能要 我想一下 還有什麼計畫 下半年的時候 好 就是 大概是之前 然後 我想 解釋一下 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我小時候 那個要 第一次要出國拍的 那個證件照片 然後這是我小時候的樣子 呃 這是用很多 照片去拍攝的 然後這些照片都是 旅行的照片 對 呃 然後就像一個拼圖這樣子 我覺得 就是 就是 我小時候很喜歡玩拼圖 就是我反而 我覺得拼圖這東西 對我來講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 你去 你人每一天在生活 或是 你發現遇到任何東西 都是 或是你的每一個朋友 都是一塊拼圖 然後 拼起來 那個拼圖 會是你的樣子 因為 每一塊 就是 資於你的東西 都是一片片片片拼圖 所以說 或許 而且都會有一些鏤空 就是 鏤空的部分 就是你還沒找到的那些拼圖 然後我想要 然後我用小時候的照片 是因為 呃 我覺得 小朋友是一個最 就是你天生下來 我覺得 有可能有天職這件事情 就是你天生下來 是必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很多人在 比如說 工作中 過得很不快樂 或是因為 為什麼 我現在不喜歡我自己的東西 我覺得是 他們沒有找到 他們要的東西 可是如果你把 把他放在對的位置的話 他們勢必會是一個 很好 可以發揮所長的東西 就是說 我覺得小朋友 你可以觀察小朋友 小朋友是一個很有趣的 可以觀察的東西 因為他們 很多東西代表 他們沒有學過的東西 可是他們會有一些 天生下來賦予的能力 可是 社會 就是整個 我們所受的教育 或什麼會 就是 我們到一個年紀 比如說要升大學的時候 或是大學畢業 你會開始 感到很疑惑 迷失 不知道你自己是誰 可是你小時候 神下來的話 你就是有給自己的更新 可是為什麼 我們到長大之後 我們會 反而會忘記自己是誰 我覺得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 還蠻好的問題 為什麼 就是你的東西 原本有東西 你會忘記 對 所以說 我覺得 就是我 期待我自己 就是 還要 變回我 就是 找回我自己 就是天生下來 或是 就是原本 我擁有的東西是誰 對 然後這個 就是拼起來 就是 這就是我的名字 所以說 這個拼起來 就是一個我 這樣 喔 對 然後這個 這就是 這就是我覺得 我一年計畫 就是 我很喜歡聽 那個地下樂團 然後 這個主唱 他講了一句話 就是 就是 認真你就輸了 但認真久了 你就贏了 就是有點像是 就是你要 就像我要做 就像我要革命這一年的事情 就是 就是你可能這樣跟 哼哼哼哼講一講 就是他們以為 就是你可能就一下想法 但是如果你不斷講 你很認真的看待這件事情的話 就是久了 就是他們都會相信 OK 謝謝 Woo 5分上去 5分 5分 P 5分 5分 6分 3分 就是 4分 5分 成石 100分 2002 0分 6分 4分 0分 133 你知道